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我們今天要來談國防報告書剛剛公布的 我們特別在現場邀請到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張靖 張先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張先生您好 您好 重倫兄 很高興來到今天的節目 我想先跟您請教就是 這一本國防白筆書 它是蔡英文政府任內發布的第一本 大家當然很在意的就是 它跟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有什麼不一樣 尤其在整個戰略國防的構想上面 那你看了以後 你覺得不一樣的地方有沒有 然後你自己的看法是如何 我想首先我必須要澄清 這次不是民進黨出的第一本 因為陳水扁的時代也出了相當多的 第二個我們也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國防部參與歧視人也相當的用心 無論在編排甚至能夠跟普羅大洞 這個結合的用語上 我們應該給予它的肯定 但是你說它完全有所創新呢 其實這很可能就是這個 這本這個國防白筆書的問題所在 因為國防白筆書之所以公佈 是根據國防法第30條的規定 而30條規定啊 對於寫作的內容有非常詳細的規範 而且呢它講究的是定期要向社會公佈 到目前為止我們約定陳述是兩年 除了因為有一次這個陳水扁政府 快要下台之前他們臨時編了一本 結果馬政府上來覺得跟那裡頭的理念 跟強調的總結 未見得能夠完全跟國防法 這個是裡頭所要求的規範內容一致 所以馬上又重編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維持兩年一本 但是呢這一次呢 我必須非常遺憾的講 即使花了很多的心力投資 這點是無庸啊 這個尤其是無論用的圖片啊 這些都比以前多 就來這個普及度而言 你要肯定它 但是裡頭的內容 確實有很多地方是避重就輕 我必須強調編一本政策文件 通常有兩個取向 一個是我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講 一個是你在關心什麼 我要不要回答你 那很顯然這一次啊 大部分的重點在於前者 他不但在陳述某些啊 在啊根據國防法第30條裡頭 根本就沒有要求要他公佈的東西 但是呢在要求要公佈的有關啊 建軍整備以及國防資源的運用 甚至以前啊 在啊這個以往多次的執政的 這個就是無論是藍或綠執政之中 所提到的有關軍紀 以及啊這個招募全民國防 以及很多這些啊 就是很多負面的事情能夠跟社會啊 希望取得溝通也對社會諒解 現在啊感覺上這本書啊有點報喜而不報憂 那我想最另外一點讓我們感覺相當遺憾的事情是 以往的國防白皮書基本上在公佈的時候 英文版是同步公佈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這個就是這份白皮書啊 就是報告書啊 基本上是我們對友邦外交去產明我們政策非常重要的基點 但是呢就我的了解這個目前啊 整個翻譯的這個譯本啊過程啊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而且裡頭有很多的用的這個最新創新的名詞呢 也有些地方都還在審議 所以呢到底能不能變成一個真正對外論述的基點 這是值得懷疑 更糟糕是公佈的時間怎麼會挑在聖誕節 這個美國是我們重要軍事外交最重要 而且在華盛頓關心我們啊軍事戰略 或者關心我們國防政策的人啊 無論是國會議員或者政府官員甚至學者 有很多人都是我相當支持我們的 我們基本上來講在公佈這些政見之前 我們都應該要給他事件的通知 但是呢我們看到現在的結果是 所有外國媒體幾乎對這個知智未提 而且我們平常啊非常啊力挺我們的學者 也根本就沒有發聲 換言之咧假如今天行政官員去問那個學者說 台北有沒有跟你講這些東西 他說我手頭沒有東西 那其實我們是在影響他的地位 因為他之所以能夠幫我們就去發聲 是因為我們跟他有一個良好的溝通管道 他經常可以我們有時候不當不好意思當面講 或者不太方便當面講的時候 他可以幫我們敲邊骨 那你今天沒有給他足夠的子彈 這其實是我們的真正在整個就是政策 以及對國外論述操作上的失誤 我認為這個東西我們要加強補強 馬上一月份蔡英文總統就要出訪 假如他今天飛到了亞特蘭大 這個墨監一上來說 哎你們公布了一個國防白皮書 能不能借我看一看內容 結果你掏不出來英文英语本 那不是非常狼狽嗎 那同樣的我也覺得日本呢 也是這幾年我們非常極力去交好的對象 那我們有沒有 至少你要給人家一個one page 去給無論就是這邊的代表 住這邊的代表 或者跟我們這個就是國防部 經常打交道單位 人家總要要回報 人家也要做功課 我們有沒有給人家一個one page的東西 假如今天這個梅建華到現在 還沒有拿到英语本 我認為這是國防部整體在 這個對外的軍事外交上來講 這個就是說 完全沒有做好完整的規劃 那我個人覺得 按照以往的做法 從現在算起 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之間 我們應該派一些 對於國防事務相當知曉 甚至以往的政府的高層的官員 到華盛頓去跟他們的智庫 一起聯手開一個我們有關 我們這本這個政策文件的說明會 但我的了解到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這個規劃 那同時我也覺得 國防部是否曾經跟賴清德賴院長 做提報 根據國防法第十條 行政院負責制定國防政策 萬一現在有個外賓 去見賴神的時候 突然問解 你們剛公布的裡頭 裡頭重點是什麼 假如你沒有跟行政院院長去報告 這是國防部失職 最重要還有一個 國安的高層 更應該讓這個透過這個外交部 至少今天李大維部長 應該有一個one page 知道裡頭內容大概 而且到目前為止 我們年度現在還註點在台灣 我們花了大錢 用了那個這個台灣Fellowship 去請來的年輕學者 這將來我們都是要希望 能夠在美國的 或者這個是友邦的政界往上遞身 然後作為我們真正外交 真正的好朋友 這些人也是我們應該把這些 所有的資料送去給他 所以整個的配套 我覺得這個 不論就我們真正的內容是如何 就未來對外做戰略溝通 論述基點實在太重要 但就目前為止 連個這個英文版 都沒有辦法同步推出 我認為是相當遺憾 我想我同意你裡面 剛提到有些地方 民眾想知道的 對 可是它裡面並沒有講 比如說現在鬧得最厲害 慶福案跟烈雷劍的這個事情 至少國防部在這個事情上 要有一個立場 你應該在這裡面要有一個說明 而且也應該有一個論述 而且我們相當遺憾 這個青年日報今天公佈 這個去年十大這個就是軍事新聞 居然就沒有這個烈雷劍出交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當然是 對於兵役的問題 年輕人大家非常關心 現在究竟義務意義跟資源意義 將來是一個什麼樣子演變的情況 尤其是訓練的疫情 以及這個制度 可不可能會走回回頭路 而且目前的招募狀況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報喜不報憂 其實不是一個正當的做法 尤其是我們今天這個文件 還要交給我們友邦 要是我們的友邦 認為我們是一個報喜不報憂 他們對於我們的這個 跟他們交涉的誠信度 也會產生懷疑 請問職員